光复乡太巴朗部落连续第二年举办采建筍体验游城 虽然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只有一梯次成型 不过还是有50个人报名参加 跟着部落阶层有事一起上山采建筍 也体验了部落的传统文化 各个意犹未尽都觉得非常值得 拉着绳索参加光复乡刚好遇见你 采建筍体验的优客民众爬到了太巴朗部落建筍农员 准备采建筍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连续两年办理建筍体验游城 不同的是今年乡公所也大力支持协助推广 然而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最后仅有一梯次成型 但是仍吸引了50人到场参加 不仅是采建筍也吹 也体验部落传统生活文化 各个都觉得非常值得一游体验 每年都是由相公所与光丰地区农会合办的建筍 饗宴推广活动 今年因疫情影响而停办 不过产销工作却都没有停止 相公所也特别协助太巴朗部落 刚好预建宁建筍体验活动 厂长林清水表示 增加农产价值也让更多人认识太巴朗建筍农产业 然后当然这模式是很不错 因为太巴朗我感觉最需要 就是这些解说能源的训练 然后从这个小处 从最基本来做起 因为很多的活动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顶多是一直在修正 修正的更好 我们希望明年这个活动可以办得更好 不是一天而已 不是两天就好 甚至可以集团好集团 不仅参加的游客民众好评不断 相公所对于部落推广农产体验 游臣也高度肯定与支持 乡长林清水表示 明年也将会继续的来全力协助部落农产的推广行销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